但红仲秋暗延烧多日之后 会不会也烧掉了国防部长高华柱的乌纱帽呢 因为继十天前 7月15号 高华柱曾经首度公开表示 会对此事负起政治责任 口头请辞被未留之后 今天又传出 其实上周六7月20号 高华柱也二度的口头请辞 但他说服务院方面的态度是 希望他先把目前的状况处理完再说 部长请问现在有请辞带命去 没有带命 没有带命 难道是只有请辞国防部长高华柱 已经布置一次请辞 我个人会负起政治责任 会向国人表达我个人的歉意 15号马总统重批国防部腐化高华柱 当晚口头请辞 深夜府方立即未留 但20号1985抗议活动 人潮溢出传出高华柱 二度请辞 总统府高层说 马总统只知道第一次 但对于高华柱去留问题 却已经变成请辞待命 红岸发展不断延烧民间甚至酝酿第二波抗议行动 总统多次道歉 始终熄不了火 三令国防部长献旗提出报告 部长罕见的在举光原地 针对红仲丘案迅势全军 在哪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我们不能忘记现身报国的职责 保国人民的决心 红岸不见止血迹象 马政府有挣钱不能换将的压力 高华柱请辞待命 就看红岸怎么发展 TV变新闻 钟德荣却换热 SNG小组台北报道